您指使 居委会的吴打妈上去搜查 这事也做得太漂亮了吧 我知道了 有其父必有其女 看来给我戴特务帽子的不是正正 我就说嘛 她才多大的孩子 敢这么跟我说话 现在明白了 感情是她后头有个戳腰的 给她个鞭词呢 正正怎么说你的我不知道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 往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尽管跟我过过去 别再难为人家了 行吗 还没怎么着呢 就跟妖精一家人了 回来跟我示威 以后那妖精 我刚才你和孩子之间瞎窜到 你让两个孩子活不活了 她没有窜到 还护着她 我看你的魂都让她勾走了 你干嘛不说我把她的魂勾走了呢 我跟妳的碰到 实话告诉你吧 这事是我主动 是我先找了她 我还告诉你了 我特别喜欢她 这会儿你踏实了吧 要告状到我们单位去 要整材料搞调查也到我们单位去 行行 我看你当初 根本就没把我余余放心上 妈 您这么说话 无非是想上我的心 也想上你自个儿的心 说不定当初出事正好上你的心呢 你就这么走 你就别回来了 那不行 我的孩子还在这儿呢 除非你答应我把他们接走 做梦吧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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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呀 你怎么在这儿 听到摩托车升了呗 这摩托车升了这么大 用谁的耳朵 还真让你前岳母说中了 你想跟谁结婚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他说要结婚的人呢 说这也还有什么意思啊 听谁说我要结婚了 算了 还说这些干什么 还是那句话 祝你幸福 祝你好运 宋雨昕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你绕着什么呀 你不说清楚你今天别想出这个大门 要不咱俩换个电影 行 你先到门口等我 我一会儿出去 准着别人说你 来 上车吧 想这么多干什么呀 上车 谁也说什么就说什么呢 从今往后 咱俩都光明正大 你走之前啊 咱们是见一面少一面 还委屈自己干什么呀 藏着躲着干什么呀 走 大爷 麻烦换瓶酱油 郑爷爷 我打个电话前给您放这儿了 郑长 给谁打电话啊 妈妈 等会儿 管着点你爸爸 骑车带人 还骑那么快 带着那个九号楼那女的 是不是叫姜璐啊 她胆可够大的 坐在后边 她还乐呢 都多大岁数了 还这么严 当年郑长他妈妈出事 不就出自这辆车上了 可不是嘛 大爷给您签 那好 您慢点 没事了啊 没事了啊 好 大爷 给我来一瓶醋 来一瓶醋 你 喂 姚老师吗 我是宋张 我是想问一下明天下午 您有没有时间 我想 邀请您跟我一起看点电影 是 是那部电影 在小夕天那边 对对对就是那 好好好 那明天咱们在电影院门口见 我都忘了 是明天下午五点的 好 再见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您好 没有 冷不冷 小胆子 张家圈 给我们扣拔住了 别扎眼睛了 这怎么着 我想想啊 又要又跳了 小姨子嘛 一定是小姨子 不好好学英语嘛 偷懒 我怎么总觉得要出事 出什么事 不 你以为那几本书 还有那几盘磁带 就能稳住他了呀 你也太小瞧我妹妹了 要不这样 打个电话查查稿 就帮我 好 我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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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爷 你给我叫一下姜璐好吗 找姜璐啊 她不在 出去了 什么时候出去的 跟谁出去的呀 这个就不清楚了 大爷 我是姜佩 我是姜璐的姐姐 您听出来了吗 我找她有点急事 您告诉我 她什么时候出去的 出去的时候跟谁出去的呀 她出去有半小时了 坐着摩托车走去 谢谢您啊 大爷 真是怕什么 来什么 先骑摩托车的出去了